你个臭婆娘,用她坐着干嘛呢,把衣服给我洗了。 小高,你说我这怀怨,怀着孕呢,你让我怎么给你洗啊?再说了,我今天肚子特别不舒服,特别难受,我没办法给你洗衣服。 你起来,我的,这让你洗个衣服就那么难吗?你怀着孕让你洗衣服怎么了?怀着孕不能洗衣服是怎么了? 小高,我今天肚子不舒服,你,你放着吧,等下次我肚子好一点了,我再给你洗。 再说,我这没过多久就要生了,我害怕,我给你洗,我洗衣机旁边那么滑,我害怕摔倒了。 你还想用洗衣机洗?那不浪费电吗?你啊,就给我用手洗。这样,你就坐在那里洗,那你也就滑不倒了。听到了吗?赶紧拿着这衣服,我洗了去。 那,那,那你歇会儿吧,我,我去洗衣服。赶紧去,默默唧唧的一天。 唉,这怀个孕,连衣服还不想洗了。 这,几点了? 什么,这都过于几个小时了。 小米,小米,小米。 唉。 干嘛呢在屋里? 不洗衣服呢。 唉,那我说你,我这都在外面睡着了,你就不知道叫我吗? 再说了,你洗个衣服,你能洗几个小时。你洗的什么啊?你做饭了吗? 我还没做饭呢。那衣服,你的衣服挺多的,都挺脏的。我用手一件一件的给你洗。你还不让我用洗衣机?洗的稍微慢一点。 还慢一点。那你知道啊,你这慢了几个小时啊?还把我自己放在外面睡了几个小时,都不知道叫我吗?我看你啊,就是下来打。唉,我告诉你,你这一天天的在家,干什么什么不行?你怀个孕,能不能就不要那么娇贵啊? 行了,我这也不跟你说那么多了。既然你没做饭,那你给我拿点钱,我要出去吃。小高,你在家吃吧,我现在就给你做去。 做,做什么做啊?我要不在家吃了,我出去吃,赶紧拿钱。小高,我,我这马上就要生了,今天这肚子特别不舒服,你在家看着我呗。 我,我,我害怕自己在家出点什么事。 行了吧?去,都多长时间了?也没见你把这个孩子生下来。行了,赶紧啊,把钱拿过来。我这等着出去吃饭呢。 小高,这孩子是你的呀,要是,这孩子有个三长两短。这,这可怎么办?你还是在家吃吧? 行了,你那废话怎么就那么多。我自己拿。小高。 三百,三百,也,也行。这是我最后的钱了。 关我什么事,我这,咱是出去吃饭呢。 喂,小六啊。小高,咋啦?忙不忙?我现在不忙。不忙,那咱们出去吃一顿啊。行啊,好长时间没出去吃点喝点了。那在什么地方啊?赶紧去啊。那我们就在老地方吧,老地方见。 这次啊,我请你。行行行。那嫂子不会有什么意见吧?哎,她能有什么意见啊,不用管她。哎,对了,到时候啊,你把那个小蕾啊,也叫上。咱们啊,把它管多。 行啊,好,那赶紧去吧。我现在啊,就马上赶过去啊。行啊,行啊,那我先挂了啊。好。 小高,你,你出去了,我这可怎么办啊?哎,你啊,就自己在家待着吧。我啊,出去了。小高,起开。 这,你出去了,我自己一个人在家。今天,这肚子,这可怎么办啊? 衣服还没洗完呢?这,哎,我想给你洗了去吧。 这衣服洗完了,这都七八点了。这,小高怎么还不回来啊?我这,哎呀,啊,我这肚子疼得厉害。 我给他打个电话,问问他,什么时候回来。 喂,小高。 干嘛啊,臭婆娘。 我今天,这,肚子疼得厉害。不知道是怎么了。 你,能不能现在回来,带我去看看啊? 我现在没时间,我忙着呢。你要找个地方,坐着自己休息休息就行了。 小高,喂,小高。 哎呀,这太疼了。给妈,给妈打个电话,问问妈。 喂,妈。 小米,怎么了? 妈,我现在肚子疼得难受。你,你能过来一趟吗? 你肚子疼,小高呢?小高,出去喝酒去了,还没有回来呢。我,我,是疼得难受。 什么?小米,你等着,妈一会儿就到。好,妈,你快点来。知道了,小米,你别慌啊。在家等着妈。知道了,妈。 小米,怎么了? 妈。 我,今天,感觉肚子特别疼。 加上,小,小高让我洗了几个小时的衣服。 然后,妈,她就疼得难受。小高,还不让我用洗衣机洗。 小高,她干什么去了,小米?小高,跟小六一块儿出去喝酒去了。 行了,别说了。咱们去医院。 喂,120吗?小小米,慢点。 妈,今天啊,得亏是你来了。你要是不来啊,我这肯定特别严肿嘛。 是呀。小高,小高,怎么还没回来啊? 闺女,你等着,我要给她打个电话,看妈今天怎么收拾的。 喂,小高。 妈,怎么了? 怎么了?你去干什么了? 妈,我在外面忙着呢。 忙着呢,快给我滚回来。 啊,行行,行,我知道了,妈,我这就回去。 快点。 小米,小高一会儿就回来,咱们在这儿等着她。 行,妈,我,我这儿也不好说什么,我就在旁边听着。 行,闺女,你就放心吧。 看她回来,妈怎么收拾她。 这个小高,太不像话了。 妈,小米。 妈呢,你还知道回来啊,你还知道我是你妈,你还知道她是你媳妇啊。 小高啊,你说说你,都是结过婚的人了。 小米,她又快生了,你怎么能出去喝酒呢?你。 哎,妈,我出去喝酒的时候,她也没什么事。 她那肚子又又没什么事,我就出去喝了一口酒嘛。 再说了,妈,我这喝酒也不是为了那孩子着想嘛。 你看这孩子以后出生了。 那不得找找人什么的,为孩子以后的发展啊。 我这喝酒也是出去认认人啊,妈。 小高,你说什么呢?你。小高,你说说你,你喝酒走的时候,小米就说,肚子不舒服,你呢? 你愿出去喝酒,也不在家陪你媳妇。小高,你还是人吗?你。 妈,我刚才不都说了吗?我出去喝酒的时候,她又没什么事。 这后面呢,我怎么能知道啊?再说了,这怀个孩子,我总不能一天天的在旁边看着她吧。 这怀个孩子,哪有那么娇贵啊。 小高,你这说的可就不对了。 今天,我肚子疼成这样,你让我洗了七八个小时的衣服。 我都跟你说了我肚子疼,你还不信我,就出去喝酒。 你现在对我在家里,不是打就是骂。 天天让我干活,我都怀疑怀那么大了,你都没有让我歇过一会儿。 小高,我。 什么?小高,你竟然,你竟然敢打我的女儿? 你咋本事了是吧? 妈,你闺女,她的叫怀个孕,又没有那么娇贵。 是打一下又没什么事。 小高,你说什么呢你? 我闺女,没那么娇贵。 小高,我把我闺女嫁给你,是让你疼的,不是让你欺负她的。 老爸,结婚前,你是怎么跟我说的? 你说,家里的活,你干,不让我闺女干。 你说的是人话吗?小高, 老爸,既然我闺女在你心里,没那么娇贵。 在我心里啊,娇贵得很。 我看啊,这日子啊,没法过了。 我呀,把我闺女领走。 孩子生下来,有我们抚养。 和你爸妈现在关系都没有。 孩子,随我们家的姓。 妈,这,这,这怎么能行啊? 这孩子,怎么说也是我的啊? 您,这要是把她接走了,那我可怎么办啊? 妈,你怎么办? 现在你知道怎么办了,是不是? 我跟你说啊,小高,我现在就离我闺女走。 你就在这自生自灭吧,你。 走,闺女。 妈,小米。 这,这,这妈把她接回娘家了。 这她啊,肯定是不会再回来了。 这,这不行。 我要再追上去。 再,再劝劝我妈呀。 去。